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生活可以平凡但不能粗糙 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让家成为安于一方的乐土 就是他设计的初衷 业主是一对新婚夫妇 他们的工作节奏特别的快 所以我决定将低碳环保的原木市面和白墙相互衬托 将温热自然的质感贯穿整体 达造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生活空间 在设计过程中 业主沉默我 大妹姐的留白是不是会让整个空间显得过于朴素 我当时是那么回答她的 白色是一个让人舒服的颜色 它的包容性也很强 我们后期的绿纸的摆放 窗帘的样式 地毯图案的选择 都会让整个空间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可以打造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一进门的玄关简单 却很实用 远远户型一进门 就可以看到整个客餐厅区域没有任何私密性 所以我利用这个过道这个空间 隔了一个玄关 这个玄关可以将屋外的嘈杂隔断 让业主一回家的时候 可以把一天的疲惫留在屋外 这样增加一个私密性 还有这个实用性 鞋柜我采用上下柜的形式 下柜是腾空的 这样方便业主换鞋 中间也可以放一下包和钥匙 另外我在侧墙上配置了木质挂钩和镜子 这样方便业主回家时挂一下围巾和外套 出门前也可以整理一下仪态 进门口放了两个可折叠的纸凳 方便业主坐下来换鞋子 这样的纸凳不仅方便收纳 也增加了空间的灵动性 为了满足业主最大化增加储物功能的需求 电视背景采用更为实用的形式 务视面搭配储物柜 让美观和功能两不误 整个客厂听区最大亮点在于餐厅这个卡座 它使这个空间隔而不断 它不仅是沙发的一个背景 还兼顾了餐厅多人就餐的功能 它有两米多 差不多可以满足八个人同时进餐 我采用了白色和圆木色的地板 以人自拼的方式来打造这个背景 这也呼应了我们的设计风格 而卡座的灯带也让整个卡座显得并不是那么笨重 餐厅区域我采用了两盏白色吊灯 这样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就餐氛围 同时在餐厅对面那堵白墙上 我做了一个端井 这样不仅增加了餐厅的采光 结合着墙面上的山水壁挂 这样更显自然 餐区另一边的过道空间 孙川也设计了一排储物柜 柜底是腾宫的性质 门板我采用了白色哑光的材质 木色边光穿插其中 使整个空间变得更加干净利落 也辉映了我们的一个设计主题 在柜体边上这边 我做了一个休闲吧台区域 如果家里有朋友来这边做客的话 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喝茶家团的好地方 整个空间采用五主灯的形式 设计师是想让光线来做设计 灯光都是由点光源和灯带的形式来体现的 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干净利落 此外我还做了一些氛围灯光设计 就像书房地台的灯带 八台卡座的灯带等 这些都是氛围灯光 在提供亮度丰富室内环境层次感的同时 也为整个空间增加了暖意 让空间变得更加有形 主卧空间继续走简约路线 灵感来源于平面构成的床头背景 是这个空间最主要的装饰 主要采用石膏板来做了一个点线面的几何凹凸造型 表现出规则平稳较为理性的视觉效果 因为白色在光谱中是明度最亮的一个 它代表着纯真优雅 所以在整个空间中我以白色为基调 配合着灰色的床品作为点缀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 做设计这几年 我发现人们的审美意识在改变 以前那种用材料堆砌空间的装饰做法 正在慢慢淡化 也很少还有人追求浮夸的外在造型 简法设计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极少的装饰材料 更方便的打理 让人们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希望我的设计能给更多家庭带来幸福 长洲的这个刚刚看过的这个片子 其实它也是前装修中装饰的一个放力之一 所以我发现现在的年轻设计师 或者说社会大众都能喜欢这么如此干净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现象 但其实看完了它整个家了之后 我对于它卧室后面那片墙特别感兴趣 它是用石膏板吗 还是做出来什么样的一棱一棱的那样 这个我认为是它刚才说到很多好的地方 真的基本上是好的 唯独两个缺点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它这个卧室的背景墙 一个是什么 背景墙就是造型 我认为既然你已经定义这个家 包括设计师跟主人都谈到 要做到如此干净跟轻松 那你又何必把这个床的背景 做得如此的复杂 那么多格子 而且这个格子有建筑关系 那格子有建筑关系 显然它就很容易击毁 这是一个缺点之一 特别提示一下 卧室的床最好是四个脚落地 不要整个床落地 整个床落地会导致什么 就是说床底下的 因为还是有缝隙 不好搞卫生 你就会很多灰尘就进去 进去你平常不可能去打理它 那么好 那你行动师是软的 它下面是有气流的 人只要上了床了 它就有气流 那气流这个灰 其实它是自然而然 它在缝隙里就跑出来 那么床主我说是四个脚 对吧 本身四个脚 然后下面是腾空 那平常我看得见 那我拖把或者各种各样 我方式 我都可以把床底下 阶段性地去清扫清扫 好 看来这个真是个细节 平常真的没有注意到 其次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餐厅跟客厅资金的一个沙发卡座 这个被它用了白色的地方跟木色的地方来拼 我们叫轻装修 它又有点重了 就是变成什么 又去强调形态的这种拼 而且同时它这个形又做了这种尖锐的连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做一个家里的装修 最好不要出现尖锐的这种形态 比如说你可以横平竖子 你可以带曲线的圆的 我论都可以 所以其实它这个空间 如果放在办公室的空间 会不会更加合适一点 办公室可能稍微好一些吧 三角形能顶一点 那你更精神一些做人 对老板说了 上班时间不要玩手机 所以精神一点 有点心疯狂转动 那你一定是觉得 整部屋用修 那我很有意思